陳法官經常提到 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 其實你覺得這兩個概念 應該怎樣去理解呢? 我覺得依法治國 就是要尊重現有的法律 來管治國家 但陳官提過 如果法律本身是不合理 那用這條法律 來管治國家算不算公平啊? 那就是說 如果法律是錯的 那依法治國這件事 都會是錯的 那不合理 又未必是錯的 不過我就覺得 依法治國應該是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說政府首先要有共識 用法律來管治國家 然後制定一個合理的法律 那有了完善和公平公正的法律之後 就可以依法治國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會去想 最近很多人都說 那些判決或者政府的決定不合理 那究竟是政府管理方面 還是法律條例本身不合理呢? 這個問題我真的回答不了 不如聽聽陳官怎樣說 二十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時候 他那個法治的概念 已經依側重於管治政府的行為 以及如果政府的行為 那個合法性受質疑的時候 就可以在法庭署提出控訴 跟著就說 那怎樣才達至這個法治呢? 必須有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三權分立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要制衡政府的 讓它不可以濫用權力的 所以你就要有三個地方分立 其中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不想權力集中 但是我們基本上就是 每一個地方的權力不可以太集中 一個人或是一群人手上 所以我們要分開了 因為集中的時候 就會容易產生濫用權力的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要保障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是不受到濫權的影響 其實全世界直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地方是真真正正的 這三個權力是完全分開了 分割完全無緣無故不行的 所以看到就覺得沒有一個地方是真正的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 其實所謂的三權分立是甚麼呢? 是說功能、職能、還是權力呢? 所以我們說三權分立是職能的 比較正確一點 如果說權力就有一點偏差了 因為不是那麼甚麼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如果達到三權分立的精神 其實是說 究竟三個職能、機構裏面 有沒有制衡、有沒有互相監察 如果這個制衡和監察 是做得合理、做得好 那麼這個就是好的 審養一定要甚麼? 公義不僅僅要做到 一定要彰顯別人 因為別人覺得他是公正才行 你只說公正自己說是沒有用的 甚麼為一個公平或公平的判決呢? 世界上很少有所有人都說公平的判決 為甚麼? 因為一定有員工、一定有被告 一定有主控、一定有被告 一定是贏、一定是輸的 贏了那個人就說有公平 這個裁判是公平的 輸了那個人都說不公平的 所以你無法有一個絕對的 雙方都同意的 不過很多時候 雙方都說這個裁判是不公平的 就是有的 所以永遠 通常有一個就說公平 一個不公平的 亦有情況是兩個都說他不公平 但你說兩個都說他公平的 機會就很少 因為當然有一個方面輸的 不過問題是說 究竟你有沒有機制讓他上訴 那個上訴是否公平